学选错了 是不是因为句子太长了 没有读懂 第一个题 这个句子很长 但是一点都不困难 那丽慧 你可以告诉老师 12月5号是什么节日 圣诞节 对很好 12月5号是圣诞节 所以我们在 所以床上会有一件礼物 是谁送的呢 妈妈说是一个 穿红色衣服的老爷爷送的 那好 那丽慧 你知不知道这个 穿红色衣服的老爷爷是谁 知道 对 知道他是谁 如果用中文说呢 知道该怎么说吗 用中文 因为我们知道英语的意思 那这个穿红色衣服的老爷爷 用中文说叫圣诞老人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穿红色衣服的 会给我们送礼物的老爷爷 他叫圣诞老人 但是呢 这个礼物是 是圣诞老人送的吗 不是 我们看最后一句 现在我懂了 其实妈妈就是那个老人 是他 在我睡着的时候 把礼物放在我的床上 所以其实礼物是妈妈送给我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题呢 要选A 我们要选A 不选B 有两个同学选了B 我们不选B 最后一句话说了 妈妈 他在我睡着的时候 把礼物放在了我的床上 懂吧 其实呢 就是穿红色衣服的老爷爷 他不存在 就是没有这个人 我们的礼物都是爸爸妈妈送的 所以我们会选A这个题 我们就不选B 把句子读完 我们就懂了 嗯 选错的同学知道吗 把句子读完 说嘛 你读一下第二个句子吧 说嘛 有很多人 问什么时候 吃水果比较健康 在今天的健康 123 说嘛 你直接读健康123就可以 健康123节目里 我来告诉大家 怎么吃水果 就算你最好 其实 上午吃水果最健康 晚上喝喝睡觉前 最后不要吃 吃水果 吃水果的时间 应该在饭前 应该在饭前 到两小时 当然 一定要把水果干净 洗干净再吃 什么时候吃水果最好 五饭前 一两小时 好 双马你这么读 午饭前 一到两小时 午饭前 一到两小时 对 因为中间还有一个 对吧 中间还有一个字 这个就读到 一到两小时 那好 双马 这个答案 你知道我们 我们为什么知道选这个答案 是哪句话告诉我们的 是哪句话告诉我们要选这个A呢 可以找到句子吗 双马 可以 读一下呢 午饭前 一到两小时 好 这么老师的意思是 我们选了A这个答案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选A 我们是从哪个句子知道要选A的 吃水果的时间 应该再饭前 到两小时 一到两小时 吃水果的时间 应该在饭前 一到两小时 好 那 我们这句话知道 吃水果的时间 是饭前 一到两小时 那这个饭前 是早饭呢 午饭呢 还是晚饭呢 是什么时候 我们再看前面的句子 说的是 其实上午吃水果最健康 对吧 上午吃水果最健康 所以我们知道呢 要在上午吃水果 那么这个饭前就应该是午饭前 因为午饭之前是上午 对吧 午饭之前是上午 所以我们这个题就要选A A告诉我们就是午饭前的一到两个小时 我们这个时候吃水果最好 可以懂吗 双满 可以 很好 我们读 嗯 好 我们下午饭前的一到两个小时 我们下午饭前的一到两个小时 下午饭后把小块儿水果放进去 等一会儿就能喝喝了 做水果 做水果茶 比 笔外边买的健康 那下面你可以找到 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个答案 是哪个句子告诉我们的呢 哪个句子告诉我们要选B 嗯 题目里面的哪个句子告诉我们要选B的答案 自己做的比外边买的健康的多 嗯 很好 我们选B就是因为这句话告诉我们 自己做的比外边买的健康的多 很好 所以正确答案就在这个句子里面 所以这个题很简单 因为有一模一样的句子 所以我们就要选B 嗯 好 我们看下一个题 我们双缘读一下这个题吧 双缘 今天真 我 我 今天真 今天真把我累坏了 我们 出国 出国 你出国 很好 这什么读 新家在 四楼 我最好打电话 给办家公司 请他们把 团队 那边 row 都接下来 奥 币 把手干净 把手干净 看了看 鸟 已经 晚上九点了 今天半价 我 请半价 公司 对很好 我们看这句话 好这个句子有一点困难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词会里面有 有些词 首先呢是这个句子 在讲 搬家 搬家 我们都知道搬家是什么意思 对吧搬家很 很难也很累 所以搬家 那我们刚刚说的有 搬家公司 那搬家公司呢 它就会帮你搬家 你就会方便很多 还有刚刚句子里面有这个词叫做 累坏了 那累坏了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非常累的意思 只是 中国人 我们就很喜欢 我们不喜欢说非常累 我们会经常说 累坏了 我累坏了 还比如说 忙坏了 就是很非常忙的意思 还有高兴坏了 很高兴的意思 对吧 什么坏了 什么坏了 就是非常的意思 所以坏了它就是非常的意思 可以懂吗 坏了就是非常的意思 那我们再来看刚刚的句子 刚刚的句子在讲什么呢 就是讲我今天搬家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请了搬家公司 所以呢 所以这句话搞这句话 说我只好打电话给搬家公司 所以我们就要选A 当然了有同学选B没打扫房间 好我们来看这句话 我又一个人把每个房间都打扫干净 所以她打扫了房间 她把每个房间都打扫干净了 那双元 双元你可以告诉老师 我为什么要请搬家公司帮忙呢 为什么丈夫没有帮我一起搬家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要请搬家公司帮忙 丈夫没有帮我搬家呢 为什么 双元你看哪句话告诉你了 为什么 双元可以找到答案吗 可以 可以 好你把那句话读出来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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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把 我 累 坏了 好 双元 好 双元觉得是这一句话 那双元 老师问的是 为什么 丈夫没有帮我搬家 丈夫去干什么呢 丈夫她去干什么了 嗯 后面这句话 你看吗 有丈夫吗 有 有 双元你知道丈夫的意思吗 知道 很好 那后面这句话就说 丈夫有事出国了 对吧 丈夫她今天有事出国了 所以她没有帮我搬家 好 所以刚刚问题的答案就是 因为丈夫她有事出国了 所以没有帮我搬家 双元可以懂吗 懂了 就是这一句话 这个句子里面只有这一句话 有丈夫 所以就是 丈夫她有事出国了 所以 这就是答案 好 那第五题 丽慧读下第五题 方 方阿姨 方阿姨的丈夫每天回家 都做 一样的事 先去饭 再洗澡 然后 然后 你继续读 从冰箱 冰箱还记得什么意思吗 还记得 对冰箱 对 一瓶酒 对 一瓶酒 对 一瓶酒 坐在电视前 边看节目 边喝 她说 这样的生活 是最舒服的 但是方阿姨说 这样的生活 是最累的 因为她要把饭做好 还要把 一杯子 杯子 杯子 盘子和衣服 都洗干净 方阿姨每天 做饭洗盘子和杯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读音啊 刚刚有几个字没有读 对 回家 回家 对很好 冰箱 冰箱 好 还有这个 最舒服 最舒服 你再读一点 最舒服 好 这个字好像没有读 对 就是 好 稍等 你知道吧 这个 最它是一个 平 平舌 最累 对很好 我们读这个字的时候 是读 最 它是一个 平舌 最 好 其实这个题呢 很简单 对吧 方阿姨她每天 在干什么呢 我们看 很多同学选B 到了家就吃饭 那好 选B的同学 这个事情是谁干的 是 我们看啊 方阿姨的丈夫 每天回家 都做一样的事情 先洗 吃饭 再洗澡 所以 是方阿姨的丈夫 每天 先吃 到了家就吃饭 所以这个事情 不是方阿姨做的 是方阿姨的丈夫做的 那方阿姨干什么呢 她要 最后一句话 她要把饭做好 还要把杯子 盘子 衣服 都洗干净 所以方阿姨每天 都要做饭 洗盘子 和洗杯子 对 所以方阿姨每天 很累 对吧 她每天很累 因为她要做很多事情 那 例会 在家里是 在家里是 在家里是妈妈 每天做饭 洗衣服 是妈妈每天做饭 和洗衣服 对 是 对 我们看哈 每天妈妈很累 她要做饭 还要洗衣服 还要洗盘子 但是呢 爸爸每天回家了 就可以直接吃饭洗澡 所以呢 就是我们要 嗯 我们要更去 更去照顾妈妈 因为她每天就是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对吧 在家里 妈妈真的很好 她在家里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这还是我们要学的词语 我们要看大家会不会读呢 双马 这三个字会认吗 词 做 嗯 第二个字读什么呢 做 啊 不对 第三个字读什么呢 错 嗯 好 第二个字读 戳 戳 对 戳折 戳 戳 好 也可以读错 是一样的 就是她也可以读 好 你可以说是戳 戳 也可以说挫折 都可以哈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里面的词语 第一个是词汇 这个大家都认识吧 词汇 我们学的就是词汇 我们学的就是词语 词汇 所以这个大家要认识 词汇 第二个词是 挫折 其实挫折的意思我们也学过 挫折呢 就是困难 挫折就是困难 我们会遇到挫折 就是我们会遇到困难 挫折它就是困难的意思 还有错词 还有错误这个词语我们都认识 但是 犯错误它也是一个词语 make mistakes 犯错误 有没有要知道 错误前面用的是犯 犯错误 我犯了个错误 知道吗 我犯了个错误 所以在这里 犯是个动词 可以知道吗 犯是个动词 就是make 犯是动词 错误呢 是名词 mistex 错误是名词 好 那上马 读一下这个句子吧 写次 学词汇 学词汇 就是这样 其实 有再多挫折 犯再多错误 也要坚持学习 好 顺满再读一遍 犯再多错误 犯再多错误 错误 错误 对 很好 错误 好 我老师刚刚忘讲了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 叫即使也 我们忘了有没有学过这个 还叫即使也 忘了 好 等一下 这样 即使呢 就是author的意思吗 即使 即使 即使也 即使也 它就和我们学 因为 所以 虽然但是 是一样的 就是呢 即使这个词语 它必须和也用在一起 即使和必须和也用在一起 它是一起说的 就像老师这里写个句子 即使 即使 明天 即使明天下雨 我也要 出去玩 可以理解这个句子吗 所以即使明天下雨 我也要出去玩 好 所以即使是什么意思 就是即使后面是不好的事情 即使后面是不好的事情 然后也要做什么 就是我也要 我也要就是我也要坚持出去玩 明天下雨肯定是不好的事情吗 但是呢即使明天下雨 我也要出去玩 再比如说 即使 即使 我们还可以说 即使你学习不好 我也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对吧 即使 它即使你学习不好 我也喜欢你 所以即使后面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然后也呢 它和 也和but也一样 就是后面才是最重要的意思 我是想要说我喜欢你的意思 我不是想要说你学习不好 所以呢 也后面才是最重要的意思 对吧 所以我们记住这个 这个句子 即使也 这是我们要学的 因为我们学了很多 因为 所以 虽然但是 即使也 好 我们看第七题 还是两个词语 下面第一个词你会读吗 下面这个词你认识吗 不认识 好 那第二个词你认不认识呢 认识 第二个词读什么呢 很好 第二个词读封 第二个词读封 那我们看这里 第一个字呢 它也读封 好 两个字读音是一样的 第一个字也读封 第一个词叫做 山封 那山我们都知道 对吧 山我们都知道 山封是什么呢 山封呢 就是 山封 好 好 我们看哈 如果这个是一座山 稍等 如果这个是一座山 那么山封呢 就是这个最上面的地方 就叫做山封 一座山它最上面的地方 就是山封 好 对吧 所以呢我们知道 如果 如果 你在最高的地方 就是你如果 你在山封上面 那么 风就会特别的大 就是如果有两个人 一个人在山封上面 一个人在最下面 那 那么 一定是 在上面的人 他这里的风 会更大 这是一个 科学的 这是一个科学 就是 我们学科学 就会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山封呢 它的风会更大 好 那好这个句子也不难 那山封你读一下这个句子吧 当你在山封特别是在山封山封的时候 会发现风特别大 这是因为 还记得吗这个字 我们学过很多次 月 月高的地方 风也大 好我们之前学过的 月怎么样 就月怎么样 它的意思就是more more and more 我们学过这个词的 就是more and more的意思 就是你 越高的地方风越大 我是刚刚讲过了 可能一定是越高的地方风越大 就是一个很科学的 就是一个很科学的事情 嗯 双圆 哦双圆肯定不认识 双圆第二个字你会读吗 富 好第一个字读什么呢 富 好其实两个字是一样的都读富 都读富 那我们知不知道富是这个第一个富是什么意思呢 它有一个词语叫富裕 其实意思很简单 富裕的意思很简单 富裕呢就是有钱 我们会经常说有钱 所以富裕就是有钱的意思 富裕就是有钱 当然了 那它的反义词就是贫穷 poverty 贫穷我们要记住了富裕它的反义词是贫穷 好 所以这一句话其实也很简单 那双圆读一下这句话吧 那双圆读一下这句话吧 我们家 嗯 你又忘了吗这个字怎么读 病 病 福 富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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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读一遍双圆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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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富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钱的意思 那继续读呢 但是 富 你不会读吗 父亲 父亲 父亲会把 所有好东西都给我 但是 父亲会把所有好东西都给我哈 其实这句话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家 就是并不 我老师说过并不的意思就是不的意思 就是没有 我们家没有很有钱 但是呢 父亲就是爸爸 我的爸爸 他会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我 就是说父亲对我很好 对吧 父亲他对我很好 那我们直接来看吧 因为这个题同学们都觉得他是错的 嗯 厉慧你知道这个句子为什么错吗 嗯 厉慧你知道这个句子他为什么错了吗 嗯 厉慧你知道这个句子他为什么错了吗 我忘记了 忘记 好那厉慧你还读一遍 就像做着白头发的一位老人 嗯 好你看 他读起来很奇怪对吧 那你想一下 为什么是错的 嗯 好 老师跟你讲 这个词 一位 他不应该放在这里 你想一下他应该放在哪里 才是正确的 车上坐着一位 白头发的老人 嗯 很好 应该是车上 坐着一位白头发的老人 好 我们讲过的 我们会经常说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或者说一个电脑 很多很多哈 就是这样的词 这样的词叫做数量词 但是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 就是比如说一位啦 一位一个 一头一座 很多词他必 一定要放在 前面很前面 一定要放在很前面 一定是 一位白头发的老人 对吧 一位白头发的老人 一位 我们不能说白头发的一位老人 因为这个他位置不对嘛 他位置就不对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前面 嗯 双马你知不知道往事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往事呢 就是 在哪里去了 对 往事就是 past events 可以理解吗 过去的事情 都是往事 过去的事情 都是往事 对 那好 那双马 你告诉老师这个句子他为什么错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错了吗 往事 往事的意思就是过去的事情 往事的意思就是过去的事情 这个意思 好 那他前面就不可以再说过去的了 就多了 这个词是多的 这个词是多的 所以 好 那沙密读一下这个句子 沙密 我勇敢的跳下水 因为 心里还是有点害怕 对很好 那沙密你知不知道勇敢的是什么意思 知道 对 对很好 我们知道勇敢是什么意思吗 对 brave 勇敢 那沙密如果你很勇敢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害怕 当你勇敢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害怕呢 不会 对很好 我们勇敢的时候是不害怕的 那么这个句子 他是错的 对吧 他为什么错了呢 沙密你知道他为什么错了吗 嗯 沙密你想一下刚刚老师讲的 你勇敢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了 对不对 那这个句子你知道为什么错了吗 因为 心里还是有点害怕 是很好 嗯 嗯 是这个意思 对 因为我们勇敢的就是表示我一点都不害怕了 那后面又说心里还是有点害怕 好 这个就不对了 就不对了 因为勇敢就是不害怕的意思 所以不可以说心里还是有点害怕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就 所以我们就 不要后面的 我们 我们只说前面的 我勇敢的跳下水 我们不要后面的 就是对的了 下面可以 下面你可以懂 下面你可以懂吗 下面你可以懂吗 这个句子 对这个句子 为什么是错的 因为勇敢的就是一点都不害怕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后面的心里还是有点害怕 现在大家做这个题 你们都知道他一定会选false 好 但是老师要大家知道为什么他是错的 双元你来读一下这个句子 双元读一下这个句子 你怎么 嗯 你这么 你这么 我们学过这个词呀 你这么勤奋努力 你这么勤奋努力学习 难 难 難怪 難怪 每次 都考 難怪每次都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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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是什么意思 难怪就是 no wonder 難怪 no wonder 難怪呢 就是说这个事情不奇怪 这个事情不奇怪 就是这里 难怪 难怪就是一点也不奇怪 好 双元你知道情分的意思吗 知道 那 努力是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 努力解写 好 嗯 双元你知道努力是努力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 对很好 那你知道了情分是什么意思 你也知道努力是什么意思 好 双元你告诉老师 情分和努力的意思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 是一样的吗 我说 你很情分和你很努力 是不是一样的意思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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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 好我找一下 嗯 嗯 我们之前就学过了 老师说过 情分 diligent 他和努力是一个意思 所以如果我说你很情分 那么就是说你很努力的意思 知道了吗双元 知道了 情分和努力是同一个意思 所以双元这个句子为什么是错的 所以双元告诉老师这个句子为什么是错的 因为 双元你想一下 情分和努力是一个意思 你知道为什么是错的吗 你知道为什么是错的吗 双元 不知道 好 双元老师刚刚说说了呀 情分和努力是一样的意思对吧 它是他们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如果这里 双元 两个一样的意思的词语 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呢 两个他们意思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放在一起 用了两个是不是有点多 双元是不是有点多 是 那双元 这个句子应该正确的应该怎么说 正确的句子应该怎么说呢双元 很努力 双元 双元正确的 因为 勤奋和努力太多了 他们是一样的意思太多了 我们只要一个就可以了 对不对 正确的句子应该怎么说双元 双元你把正确的句子读出来 你这么 用一个词语就可以了 你要哪一个 你这么 努力学习 双元再读一遍 你这么 努力学习 很好双元 你不要勤奋是对的 我们如果我们不要勤奋 我们就说你这么努力学习 难怪每次都考第一 这个句子是对的 这个句子是对的 我们也可以说 你这么勤奋学习 难怪每次都考第一 也是可以的 要我们只需要一个词语就可以了 懂了吗双元 懂了 很好 好 好了最后最后三个题很讲 是我们之前学的杭州 我们来 我们来复习一下吧 我们学过很多城市了对吧 我们在之前学过的杭州 老师给大家讲了 杭州 在古代叫林安 林安 林安 他有什么呢 他这里有前塘江 前塘江 他每每年8月15这一天 就是有很多人会来这里旅游 8月15这一天 我们看过的那个视频还记不记得 就是前塘江他的水很大 还有西湖 西湖他景色特别好 就特别好看 这里特别好看 就是这里冬天也好看 夏天也好看 这里叫西湖 好我们还讲了杭州的什么呢 杭州的丝绸 还有西湖的龙井 就是一种茶叶 龙井 我们还讲了吃的 有什么呢 有定胜高 老师说过定胜高 就是这个长得很像花一样的东西 还有龙井虾仁 童子鸡 还有西湖醋鱼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我们之前讲过的杭州 所以第一个题 杭州在古代叫什么 好只有两个同学选对了 还有两个同学记不住 没有选对 杭州在古代叫林安 长安是哪儿呀 长安 长安不是杭州啊 长安是西安 长安是西安 好 这个题 前唐将每年都会长超 对吧 多久去旅游最好 我们说了18月15日这一天 去旅游会最好 你会看到最好看的 那个水 他因为他的那个水会特别大 这一天 好这个也是大家都记不住 没关系 讲了记不住 哪个不是杭州的美食 不是杭州的美食 A B D 都是 只有C不是 C是哪里的呢 一样的 C是西安的 西安人特别喜欢吃面 西安这里的人特别喜欢吃面 所以这个面就是西安的 嗯 双元呢 诶 是 哦对了 我们好 我们很久之前讲了一个词叫做画画 当时大家没有听懂 那我们现在再讲一下 画画这个词 老师说 老师说第一个画是动词 第二个画是名词 那为什么呢 画画的意思意思就是 做er painting 做er painting 画画的意思 比如说哈 我画了一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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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个画它是一个动词 做er 第二个画就是名词 penting的意思 好 这句话可以懂吗 第一个画是动词 第二个画是名词 那这里的画画 第一个画它也是动词 是joel的意思 第一个画就是joel 那第二个画就是panting 名词 好 那我现在这么说 可以懂吗 shami可以懂了吗 可以 好 那现在这么说就可以对吧 两个画它放在一起 但是是意思不一样 但是意思不一样 嗯 那这节课 好那这节课 稍等 我先把今天的作业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作业给大家发出来 好 然后同学们看到对吧老师发了今天的作业了 好 等一下哈 我这里先把今天要写的作业发出来 嗯好 那同学们可以先进来 进来课堂 然后呢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可以来看一个视频给大家 好 大家记得先进课堂 然后再可以来看视频 如果你不想看视频也可以写作业 好可 好可 昨天是下雪了大 我手发 口感还是下了 脑子都走得死 吃了 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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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吧 你下了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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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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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